每个人往生之后 留下的只剩下冷冰冰的遗物 或许是太过悲伤 又或者出自内心的各种复杂情绪 遗物对生者而言 有时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物品 近年来有一个行业 遗物整理事兴起 他们专门替往生者或再世者 整理家中尘封已久的遗物或物品 这份工作不只是整理东西 更是找到的 找回失去已久的记忆 与成他往生者想说 却说不出口的那一句话 从事遗物整理事工作八年的廖新云 本身有十年的收纳教学经验 当初踏入这行正是在一次教学之后 我会整理到遗物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去一个老奶奶的家 然后她五十年来都没有整理过她的衣橱 我们去整理的时候 在她的衣橱深处 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罐 然后那个罐子是用毛衣包着的 她说上面的这个包着的那件衣服 那个毛衣是她买给她妈妈的 我原本以为那里面是金银财宝 殊不知她把它打开之后发现 里面是一小罐零钱 是妈妈留给她最后的礼物 然后她一摸到那个罐子她就哭了 她跟我讲说如果我没有去的话 她一辈子都不会看到 那也就是那时候我突然觉得 我的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那一次经验让廖星云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物品可以让人重新活起来 我有做过很多遗物 但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曾经有去过一个家 去到那个家的时候发现 这个妈妈已经过世十年喔 那个女儿一直以来都不敢进去 踏进去那个家 因为她只要一进去 她就会很难过很想哭 这个女儿跟我说 她跟她姐姐都是养女 其实妈妈本身对她们是 好像没有什么情感 反正她从头到尾都在说 她有多不喜欢她妈妈 她18岁会工作之后 她就出去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家 可是在这段时间 她跟她姐姐都有寄钱回来这个家 结果我们打开那衣橱的时候 发现非常惊人的 整个衣橱里面的衣服都是全新的 那个女儿就很生气 她就说我一直以来 寄给她这么多钱 她竟然都拿来买衣服 而且都没穿啊 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 我在她的遗物里面突然发现 这个妈妈她其实是很寂寞的 她等于是有点像孤独死的感觉 她买衣服买的并不是 她真的需要这个衣服 而是她买的其实是一个寂寞 她真的需要有人陪伴她 好好跟她说话 最妙的是我们在孩衣群里面 找到各式各样的内裤 都是整合整合全新的 那我在这个内裤里面突然发现 其实这个妈妈一直渴望她的孩子 是可以回家的 她希望她的孩子 或是她的老公回家的时候 是可以有完整的新的内裤可以穿 妈妈准备的这些 她根本没有机会可以穿到的 当我们整理到她的化妆台 发现上面有一张照片 那一张照片就是她跟她姐姐 妈妈是很在乎她们的 把她们放在第一位 但是也许她不擅长表达 然后也许她也觉得 对她们有亏欠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 在衣物里面 她们最想表达就是 来不及说出的爱 然后还有其实对她们的重视 那女儿就是听我这样说 她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 用这个角度去看她的妈妈 也许留下的是亏欠 同样放不下的执着 也可能是爱 廖欣云坦言 整理遗物跟家庭收纳教学 同样每小时收费一千元 但整理遗物却是困难许多 遗物整理最难的 其实是面对人 遗物处理并不是就像我们知道 轻韵丢东西这样完全不同 我需要安抚的是这一个 在世的人的心情 然后也要透过留下的东西 找到这些亡者想要表达的一切 遗物整理的条件 我觉得需要很强的正能量 因为你进入的那个家 大家都是悲伤的 我做的遗物整理最大体会是 我觉得死亡不可怕 死亡一点都不可怕 怕死的人就要好好活 我每一次的遗物整理 我回家之后 我会更珍惜跟我的家人的相处 我最希望传达的是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如果你把你的一切都整理 整理好你的家 你的所有的物品 甚至你跟人的关系 都是整理好的 你根本不会害怕死亡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 最大的意义是 我透过教他们整理遗物 然后教他们好好面对之后 重新让他们知道 其实生命真正会留下的 就是爱跟空间 这样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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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